我来继续第十题 化减后的带入 有一个题组是这样 他就会请你分解上面 然后算完之后呢 请你把下面的值求出来 就这样 所以第一题 x平方这个就直接乘开吧 s平方加 乘进去就x平方 加上三个x再减掉4 好再加上2 所以就等于2x平方加3x 减2 ok 所以这里就是2x跟x 那2就会是 2跟1 今天要正三哦 所以正三个的话呢 就是 负1跟正4 所以他就叫做2x-1乘上 x加2 好所以我因此分解完 第一题就这样而已 比前面都还要简单的分解 第二个 我要问你这个的值等于多少 哎 那你上架比较一下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的x是多少吗 98嘛 那这是不是98加4 102 这是不是98减1 97 对不对 所以我就令x等于98 直接带进这里 好 所以就会等于2乘以98减1 再乘上98加2 所以这是196减1 195 这个叫做100 所以答案叫做195 0 0 第二题就表定